观众老爷们好,今天我们开坑小鱼儿与花无缺的故事 在遥远的那一天,半月教主剃光了头,也丢失了那高冷的气质 成为了一个逗逼恶霸,还改名叫了恶从天 就在恶从天欺负人的时候,小鱼儿出现了 然而撑脱,给恶从天做了一个非常的发型 哇,其实就是给头皮做了个保养 之后小鱼儿带着恶从天去找了他的家长 恶从天的妈妈长得有点腿爷们了 可是这爸爸怎么看都是恶从天,只能说他爸的基因太强大 后来小鱼儿告诉恶从天,他是来自恶魔岛 恶从天就拜小鱼儿为师了 被恶从天欺负的人,说自己的女儿被胡卓骗了 现在胡卓要和上书的女儿成婚 就要把他的女儿卖到剧院,还要找人杀他的女儿 小鱼儿就带着恶从天去京城找胡卓了 另一天在一花宫里,那人的女儿也在告状 说胡卓是个负心汉,一花宫最恨的就是负心汉 是要杀进天下负心汉 就让宫里唯一的男人花无缺去把胡卓抓回来 花无缺一蹬腿就到着飞出去了 胡卓在婚礼上,花无缺先到了 一把扇子把这里人打得落花流水 看着花无缺的招式如此优美 一定是女人教的功夫 就在花无缺要带走胡卓的时候 小鱼儿来了,说他叫爸爸 结果那帮人都叫他爸爸 后来还是花无缺把人先带走了 半路上,花无缺找到小鱼儿 说想交个朋友,两人就成了朋友 可是小鱼儿让花无缺快点走 自己还有重要事情要办 等花无缺走了之后 他就和翁天来了个鸳鸯狱 这就是所谓的重要事情 皇宫的拆建投资刘喜 想暗中支持江别赫成为武林盟主 进而控制整个武林 就让江别赫主持选拔武林盟主 以花工的腰越联心 并让花无缺去拿个武林盟主来玩玩 可是怕花无缺谈恋爱不干事 就给他植入了断爱决心单 只要动情就会心口疼 那一年小鱼儿在路上遇到了 女伴长中的铁心兰 小鱼儿一眼就看出对方是个女的 那白白净净的前那啥后那啥的 一看就是女的 去找了江别赫 铁心兰拿出令牌 说自己是前武林盟主 狂尸铁柔员的女儿 其实铁柔员是被江别赫设计抓了 铁心兰说想找到自己的父亲 江别赫也不能说什么 就说帮他找 让他们先住一下 小鱼儿感觉这江别赫不是啥好玩意 就说住这不安全 带着铁心兰他们就下山了 路上小鱼儿问铁心兰 相信一见钟情吗 铁心兰说不相信那啥玩意 然后就被仙女抓了 就在他们以为就这么挂了的时候 一个白衣少年偏偏而来 一见救了他们 这人就是花无缺 铁心兰一眼就相中了人家 说好的不相信一见钟情呢 只见花无缺剑法横飞 再配上大风车的BGM 更能体现其武功的卓越之处 晚上小鱼儿要去找红叶先生 因为他想知道自己的身世 这红叶先生是以记录武林秘史发家 而且长得特别像家庭幽默如相的主持人 红叶先生在屋里干修修的事情 这叫窗外有美女左右为难 红叶想去助人为乐 结果就被打晕了 小鱼儿在红叶的箱子里 没有找到自己的身世 倒是找到不少武林人士的秘密 第二天江别赫说 要想当上武林盟主 叫过三关 第一个就是比武 后却靠着嘉义山功 轻松踢飞了该帮帮主 我估计要是长老上 还能挺上几招 小鱼儿和铁心蓝 靠着昨晚看到那些长门人的巧事 也打败了这些人 最后就剩铁心蓝 华物雀和小鱼儿 小鱼儿主动推出了 华物雀和铁心蓝打 不小心把铁心蓝打飞了 华物雀赶紧去接 就在这时感到心中一阵作痛 铁心蓝趁机击飞了华物雀 第二弯 是要抓到采花大道 采花蜂 铁心蓝就拿自己高银采花蜂 这采花蜂果然上当了 结果进去之后是假的 就和华物雀用塑料磨他腿干上了 这采花蜂虽然是两个人 但是还是被小鱼儿他们抓住了 这第三关就是找到狂狮铁竹云 这几位就又上路了 半路上华物雀要回去 和师父父父命就离开了 而江别克也感觉 华物雀和小鱼儿等人实在是碍事 想查查他们底细 就跟着红叶先生去了红叶山庄 问问老红叶 原来当年江峰和燕南天大侠是结义兄弟 他们围剿十二雄星结果被暗算中毒了 江峰跑到了仪花宫外面 被二公主揪下了 大公主喜欢上了江峰 用内力把江峰的毒吸到了自己身上 然后再把毒逼了出来 江峰的毒解了 但是十二个时辰不能喝水 就吩咐手下星庐照顾 江峰起来之后就吵着要喝水 巧巧花月娜带了一杯水来 江峰就喝了一口 然后就不行了 大公主又用内力把水吸了出来 可是他内力损耗过度 必须和二公主闭关休养 闭关之前警告星庐和月娜 江峰是他的人 他们如果赶钱大公主的东西 就只有死路一条 可是就在这期间 江峰想了过来 他要自己的剑和僵尸剑谱 月娜让他先喝药 可是江峰就是不喝 月娜就用水喂了江峰 就是这一味让两人再也分不开了 他们逃出了一花工 然后在外面拜堂成亲了 还怀了孕 江峰住进了自己的孙童江秦的家里 结果江秦把江峰出卖了 所以在生产的那一天 大公主找上门来 杀了江峰和月娜 本来他想上了一对双胞胎 二公主表示 还是让他们长大之后 更痛苦一些比较好 所以就留了一个 在一花工也就是花物圈 另一个大公主交给了燕南天 可是燕南天之后就不知所松 究竟是不是小月 就不得而知了 老红叶说 但是他知道 那个江秦应该就是江别赫 江别赫也不野蛮 承认出卖江峰的人就是他 接着老红叶就出嫁 一百万两黄金 替江别赫保守秘密 江别赫说 先给五十万两 等找到另一个孩子下落 再给五十万两 另一边小月听到消息 铁荣云在慕容府 就和铁星兰去了慕容府 这慕容府是个 机关重重的地方 可是两人略识小技 就把慕容家的少主打晕了 然后便问出 说铁荣云被关在牧室里 之后就跟着少主进了牧室 可是却被少主算计 困在了牧室 但牧室也出不去 小月就说起了自己的身世 加上老红叶他们 也在查找资料 小月确实就是江峰的 另一个儿子 大公主把小月交给燕南天的时候 燕南天被十二雄星下毒 大公主告诉他 这毒恐怕只有诡异长白草能救了 燕南天就来到恶魔岛 这恶魔岛有十大恶人 现在也就剩下五个了 这五人和长白草 分出岛上各一边 井水不犯河水 长白草保住了燕南天的性命 但是却不能治好他 而小月被二娘带走了 长白草想 这小孩在二娘那里 总比在这里比较好 五大恶人就成了小月的低娘 交他武功拿小月的姐妹 这五大恶人其实不饿 反而还非常可爱 他们被倒在那时 空在了恶魔岛 终生不中出岛 有一天小月去长白草那里偷药 被长白草抓到了 他认出他就是燕南天 抱回来的孩子 长白草告诉小月 只有燕南天才知道他的身世 但是他医术不经 不能救醒燕南天 发誓自己一天一不好 燕大侠就蹦一下 两天一不好就蹦两下 就这样几年过去了 小月长大了 长白草每天都要蹦三千多次 终于想到 自己可以试试他老婆 苏式的方法 以毒攻毒 但是噩梦岛 只有那个峡谷里 有断肠草毒药 小鱼儿就要去采断肠草 结果掉进了峡谷 遇到了一个 灰术化的摩托人 摩托人说 他是导弹大师的杰作 导弹大师已经死了 只要有人掉下来 就会触发机关 让小鱼儿 拜导弹大师为师 扣一百个响头 就可以获得 身旁箱子里秘籍 小鱼儿就扣了一百个响头 之后那个箱子就没了 原来只有扣一百个响头 按一百次开关 才能触发机关 那个箱子里是炸药 不扣一百个响头 这去拿 会被炸得粉身碎过 接着小鱼儿 就在导弹大师的后面 找到了秘籍 这个噩梦岛 惊妙之处就在于 在急流中游出去 急游不回来了 除非有高潮的清空 像燕大侠那样 才能回去 就这样小鱼儿 顺着急流来到了大陆 就在小鱼儿说完的时候 慕容家的人进来了牧室 小鱼儿以慕容祖父的骨灰 和哄灵芝威胁 走出了牧室 出去之后 慕容用出了狂龙掌 小鱼儿为了救铁仙兰 结结实实的挨了一掌 停了很长时间 终于不行了 铁仙兰问他 为啥对自己这么好 小鱼儿说 癞蛤蟆不一定要吃天鹅肉 但是有权对天鹅好 然后继续了 好了 今天故事就在这里 感谢光伦们 我们下期见